或者是拔强这样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 绝对是强中更强的 好 这个重头戏现在开始了 到底谁能在他们泰国本土这次扬眉吐气啊 因为这次比赛在泰国也有直播 两个人在泰国的很多粉丝也很关注 对 两个人年龄相仿 同样是90后的这种拳手啊 也是泰国自己的这个未来 对 这场比赛不只是说谁胜了 谁将会进军昆仁爵驻身之案的四强 其实有我们有很多的 包括苏博方能否复仇成功 棋棋赛能否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们从现在看两个人准备的都非常的充分的 这个赛前苏博方说这个探拳手是不容失误的 对 看看这一次他们谁失误在前 这个非常的难说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所有的全迷 包括在我们的讨论群里面 很多人在讨论这场比赛 反正是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看谁能更掌握机会吧 因为上一次在昆仁爵的比赛有我解说的 从我个人感受来说 从实力他都是非常接近的 对 那风格也很相近 对 两个人也是互相的非常的了解 也非常熟悉 对 所以就看两个泰国人 就从小系练这种态势的打法的顶尖选手 怎么样在昆仁爵的擂台上打出我们的搏击的味道 对 好 漂亮 差一点点啊 跟去年的KO苏博那个动作有点像啊 有点像 而且他躲过了一个高边腿以后的一个反击 拳法的反击跟去年那一下很像 我们看到西西塞啊 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整个的报价呀 跟泰国人可能就有点不太好 他收的会更紧一些了 这一年这位年轻选手他们都有成长 对 而且西西塞这两年时间 几乎把世界上70公斤的所有的高手都打了一遍 证明自己世界第一 对 啊 飞西 所以两个人要呃一定要抗拒自己这个习惯性的这种搂抱 泰拳的搂抱 对 这个是他们也要对规则的熟悉 对 对 其实两个人对规则都非常熟悉了 对 他们是泰拳手里接触自由波击最多的人 对 对 因为纯泰式的比赛的话 裸抱的时候可以继续打 他们会用西进行攻击 对 对 西走都在进手的时候 都西走在都进手都对 对 所以两个泰国人很容易把比赛 如果不经意的情况下 慢慢会打成泰国风味啊 对对 所以我们场上的裁判肯定也会控制 不过我们通过第一局比赛看得还好 没有 没有过多的这样 我们看到波球 很紧张啊 看他的面部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关心他的弟子的比赛啊 对 因为我们知道波球一会儿也要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比赛 也会争夺一条世界的泰拳金腰带 但是我们看到拖王来比赛 他也是自己不休息来到场面来做指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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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了解空力爵更多的消息 请大家下载空力爵带VP 在里面关注我们的赛事动态 然后参加我们的活动 赢取更多的奖品 现在在电视机前不知道有多少全米在观看这场比赛啊 不知道各种都是什么心情啊 因为有支持苏波邦的有支持戏机赛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个 70公斤的这个运动员能快速成长起来 让我们的中国观众能看到更多的底线的中国选手 对 在这种关注度这么高的比赛上能尽快的出现中国选手的身影 但我觉得是很快 对 啊 像这样的拳法互拼的这种在两个泰国人之间还是很少见到的 我估计也只有在空力爵的擂台上两个泰国人才能把拳法的组合打得这么多 对 然后展现一些 对 这个自由搏击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精彩 对 啊 天啊 我觉得能让两个练成泰出身的两个泰拳高手在昆仁杰的擂台上打出这种风力来是 也是昆仁杰对这个整个国际界做出的一个贡献啊 对 哇 两个人的腿都非常的重 啊 别摆别摆 别摆 啊 哈哈 我们也听到床下两个人的团队也是激动满分的 呃 他们太熟悉了 这真的要听综合实力的 对 好 好 漂亮 舒服方这些拳打得不错 对 连续两次的后手都有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对 而且舒服方很明显的用拳在打作为他这一轮的主要战术 对 果然从我们的前面的小篇里呃 提到舒服方自己说在加强自己的拳法 嗯 这样他直接就在擂台上应用了 对 确实有效 啊 漂亮 好 我倒觉得舒服方的拳好像现在占有一个优势了 哎 真的是让两个打 我两个泰国人啊 从小练泰拳的泰国人在空中间内台上打到这种程度 确实非常的罕见啊 对 这个空中间的比赛实际上是比较限制摟爆的 对 比如说舒飞你摟爆的时候有吸攻的动作 对 如果没有动作的话就要主动割开 不能够没有动作去摟爆 对 啊漂亮 对 啊 啊 啊 这种垂法的反击也这么这么有效这么快 啊 啊 啊 从第一局看依然实力非常接近 对 哦 我觉得今天看的虽然是第二局我看的非常的过瘾 因为我觉得去年是是去年的比赛的一个延续 对 去年没有看过瘾 对 今年我们延续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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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两局看的话其实7T3优势我觉得没有打出来 啊 对 两个人也是都是比较接近没有像去年那场比赛一样就是呃那么快的分出一个高低上下来 是 是吗 啊 啊 啊 两个人同时在同时举手 对 这不是决胜局啊 对 这也是对自己信心的一个证明表示 我这就打得很好打得很棒 啊 我们看到波球一直在 呃 角落里 在做指导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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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方没有防守的对拳 你看 嗯 哎 上方直接出拳 没有防守 哈哈 真的是 看到两个太阁人运用这么多 这么多字的组合的拳法确实是少见 所以就现在泰国对于泰团文化 也是在发生着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就是某种意义上就是综合格斗本身 就是包括自由波及 这种新的这种世界比赛规则的这种诞生 会使各国的武术文化相互融合 并且也有相互改变 对 这也是对各种文化提升的一个过程 对 我们看看最后的决胜局 苏博邦这次肯定是一直在想着自己 千万不能再出像去年一样的漏洞 我觉得西纪猜应该要加快自己的节奏了 哇 高扫 我们知道苏博邦的这种高扫动作非常的快 好 这是一个摔法 对 苏博邦从上一次替波球复仇成功以后啊 现在信心也是大增 从这场比赛我们都明显的感觉出来 他并没有把去年的这种阴影带在这场比赛里边来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对 表达了很好的自信 对 对抗性也很强 对 对 好 又是一个摔法 我觉得这场比赛苏博邦发挥的更好的感觉 对 比赛应该要 我感觉应该是要必须要开火啊 我觉得这个苏博邦的表现似乎更出色一些 也更主动一些 本来我之前在比赛之前还要担心会不会他会给一些自己压力 把去年的那种弹牌带进来 对 好 最后的40秒钟 哎哟 这个摔法 这个比较长势气 对 这个整个是中国三首的劫腿 对 尤其是第三局已经连续了三四次了 对 三次 对 而且这个一般泰拳的时候很少有这个动作的 对对 说明他也吸收了中国的散打的这种文化 大家互相融合 互相融合 互相学习 有时候文化跟文化的这种碰撞啊 会产生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对 苏博邦刚刚三个接手台最明显的是接受了中国的武术风 好 最后的几秒钟 好 他想还一个 还好最后一个吸手台撑住了没有倒地 差一点 对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回到老话题交给裁判 交给裁判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我们只是复杂来欣赏很精彩的比赛 我们只是复杂来欣赏很精彩的比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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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方圣 by the blue corner 好 让我们共同记住他的名字 superbowl bansham 好 让我们共同记住他的名字 好 让我们共同记住的名字 好 让我们共同记住的名字